很多人养金菊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新手在家里怎么养好金菊盆栽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欢迎点击我头像的家号 关注我一起来学习养花 这金菊啊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年少化 买回家之后一般都挂着金灿灿的小橘子 非常的漂亮和喜庆 但是啊橘子总会有脱落的一天 落菊之后很多人就不会养了 直接出现黄叶落叶 或者再也不会开花结果等现象 其实出现这种养不好金菊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金菊的习性所导致的 在这一堂课程当中呢 我们就会详细的给您介绍金菊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在家里养好金菊盆栽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金菊的盆栽 那我们来讲它的第一个指示点啊 就是金菊它是喜羊植物还是喜鹰植物呢 很多花友啊对这种植物的认识不足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一般买金菊啊 都是呢在过年前后买 对不对 因为买回家的时候啊 它可能上方都是接着金灿灿的这种果实 很漂亮 但是在冬天你买回家之后 因为过年嘛 它都是摆在家里关上的 摆着摆着就忘记了 就把它养到室内了 其实这是错误的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金菊它绝对不是喜鹰植物 它是一种喜羊植物 如果我们长期把金菊啊 你养到室内 它不仅会落花落果 而且呢 越养啊 叶片就越稀疏 因为它会落叶子 逐步的掉叶子 越掉就感觉没什么叶子了 这都是长期缺乏光照引起的 而且呢 它还容易黄叶生长速度缓慢 容易生病虫害等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家里养金菊 您能养在南阳台 尽量的摆在南阳台 接受全日照 不论春夏秋冬 金菊是都要晒太阳的 它就是一种喜羊花 所以很多话有问我说 为什么我金菊买回来 刚买回来都结橘子很漂亮 但是第二年呢 却不开花不结橘子了 就是因为缺乏光照 所以啊 光照对它的整个生长 极其的重要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第二个知识点 就是金菊的浇水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金菊 应该如何浇水呢 首先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有一个意识啊 就是金菊这种植物呢 它是比较洗水的 比较怕严重的钢汗 否则呢 很容易钢枯叶片 黄叶和落叶 所以我们给金菊浇水 要采用宁多物少的习惯 情愿多一点点 也不要让它严重的缺水 这是一个基本的浇水观念 要硬在你的脑海里面 那我们回到每天 养护应该怎么浇水呢 大家呢 不要去听信卖话的人 浇你的啊 两天浇水一次 三天一次 四天一次等等 或者五天一次 不要去死寂硬背 生斑硬套几天 因为呢 这很容易出错 比如说啊 春天夏天 这个土可能两三天干了 冬天呢 冬天有时候半个月都不干 甚至一个月都不干 如果我们死寂硬背 三天一次浇水啊 到了冬天 一下就浪根了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浇 而要采用观察金菊土壤的状态 来进行浇水 意思是说 我们在浇水之前 你可以用你的手啊 摸一下金菊的土 眼睛看一看 手摸一摸 如果你一摸 感觉这个土啊 是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非常的潮湿 那么不管 隔了多少天都不用浇水 明白吗 哪怕是冬天的时候 你隔了一个月 你去摸这个土还是湿的 那我一个月都不用浇 你放心它不会干死的 那什么时候要浇水呢 那很简单啊 我们用手一摸 如果这个土啊 有一点干燥了 那你不需要等到它干透 只要有点干燥呢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判断 给它把水浇上了 你采用这种方法浇水 它永远都不会缺水 也永远不会积水浪根 因为我们每一次浇水 都是确保它在缺水的情况下浇的 理解吧 因为我每次都摸了土 因此这是符合它生长习性的浇水方式 可以长期来使用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解金菊对土壤的要求 以及换盆的技巧 那金菊呢 它严格意义上来说 对土壤的要求并不高 不论是你在路边挖的田园土 还是家里的营养土 都是可以种金菊的 但我个人建议大家 如果你是在家庭盆栽啊 你能用营养土种 就用营养土种 因为营养土啊 它是人工配置的土壤 疏松 透气 肥沃 除菌除虫 而且非常的轻便 家庭养护起来 管理难度更小 便于它的生长 那除了它对土壤的要求 金菊啊 还对土壤的酸碱度有要求 很少有人知道啊 金菊呢 是一种血酸植物 它比较喜欢酸性的土壤环境 惧怕碱性的土壤 然而啊 我们家庭养花的花油啊 绝大部分都是碱性的土壤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里的自来水是碱性水 我们长期用自来水浇花 这个土壤啊 它的碱性就一天比一天重 如果我们长期把金菊 养到碱性土壤里呢 就很容易出现大面积黄叶 生长不良 开花不良 结果不良 等一系列的问题 尤其是北方花油啊 它自来水的碱性更重 你长期用自来水浇花 它表面啊 都会形成一层白霜 这个就是严重的土壤反碱现象 所以我们在家庭养花 一定要学会啊 给它的土壤呢 进行调酸 尤其是北方的花油 你一定要这么做 那具体怎么调酸呢 我来教下大家 我们在调酸的时候啊 需要准备一点硫酸亚体 硫酸亚体啊 它是一种土壤调节剂 以粉末的形式存在 听一听 听到了吧 它是一种粉末 那具体怎么用它调酸呢 很简单 我们呢 每隔一个月 把硫酸亚体啊 对水稀释1000倍 也就是一克的硫酸亚体 对1000毫升的清水 每隔一个月 给它的土壤浇灌一次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把它的土壤 从碱性土 转变成为酸性土 这样呢 才符合金菊的生长要求 一年12次 每个月一次坚持使用 这样啊 你一年到头 不论怎么用自来水浇花 都没有关系了 明白吗 所以尤其北方的花油啊 你一定要使用硫酸亚体 好的 说完了它对土壤的要求 我们再来讲一下金菊换盆的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金菊 需不需要换盆呢 答案是需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买回来 是一个小型盆栽啊 它花盆根系长满了之后 就没有生长的空间了 换一个大花盆 会给它的根系更多的空间 它的根长得更茂密啊 上方的树冠花朵 果实都会增多 那换盆有什么技巧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 大家听好 第一个 换盆的时间不能太勤 我们一般在家庭盆栽 养到一年以上 才考虑换盆 因为一年以上呢 基本上它的根系就长满了 没有长满就不要换 明白吗 这是第一个换盆的时间 第二个 我们给金菊换盆的时候 不可以是在金菊开花 或者结果的时候换 也就是如果你的金菊 上方都挂着小果实 或者呢 上方开满了花朵 这个时候是坚决不可以换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植物开花结果的时期 是它一生当中最关键的时期 因为这个时期啊 它等于是在繁衍下一代 明白吗 它会把所有的养分 供给给它的花朵和果实 这个时候的植物很虚弱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换盆 会打乱它根系的生长结构 破坏根系土壤的环境 那么它的根系会受到影响 要重新适应新土和新盆 那这样的话 它的果实和花朵就很难保住了 很可能造成大面积的落果或者落花 这对植物的损伤是极大的 所以我们不要带着花朵和果实换盆 如果你想给植物换盆 不仅要保持在一年以上的养活时间 而且要在它的花朵 结果然后呢 果实全部自然脱落以后 在没有花朵和果实的前提下 才能换盆 明白吗 这是非常重要的技巧 好 再说下一个技巧 下一个技巧就是我们给它换盆之前啊 你一定要观察一下金菊是用什么土壤栽种的 那么我们换盆的时候呢 尽可能选择同样的土壤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壤 这样呢 更便于它的浮盆 举例来说啊 它原来如果是用营养土种的 那么我们换盆也要选择营养土 你不要用田园土换 因为两种土质不接近啊 它很容易浮盆失败会死苗的 那下一个技巧啊 就是最后一个技巧 就说一下我们换盆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能说原来是一个小盆 对吧 你突然给它换一个大缸 那是不可以的啊 就是花盆 你不要一下换的太大 特别是小苗 因为如果小苗你换了大盆 就会进入到大盆养小花的误区当中 因为花盆太大 土壤就多 土多就容易积水浪根 所以我们给金菊换盆的时候呢 你只用比原来的花盆稍微大一号 大一点就可以了 一次换盆不要谈大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 金菊对透气性的要求 那金菊啊 它是一种非常喜欢透气性良好的植物 比较惧怕的密闭不通风的环境 它需要养到开放式的环境 有贯通的风能够吹到它 这样呢才有利于它的生长 否则它是很容易生病虫害的植物 因为金菊啊 它的叶片呢 天生是具有香味的 有淡淡的菊香 这种菊香呢 不仅我们喜欢闻 虫子也喜欢 它喜欢吃 所以如果你密闭很不通风 很容易染虫子 那有话有问了 说我家里呢 就是封闭式的阳台 但是我有光照 那这种阳台能不能养金菊呢 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想养的话呢 也是可以养的 但是呢 要注意以下两个技巧 第一个技巧啊 就是我们如果是在封闭阳台养金菊的时候啊 你能靠着家里窗户养 就尽量靠着窗户养 因为金菊啊 靠着窗户多少有风能吹到它 有利于它的生长 你家里是封闭阳台 总不会没窗户 对吧 靠着窗 那第二个技巧是什么呢 就是你养金菊在封闭阳台的时候 在它的前后左右啊 你不要摆太多的花 跟它挤在一起 这样呢 会大大影响它的通风性 植物跟植物之间 一定要隔开一点距离 这样通风就会好 起码也要做到啊 叶片跟叶片之间 不要相互覆盖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金菊的施肥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金菊 应该如何施肥呢 要不要施肥呢 那我告诉大家啊 很多花有养金菊啊 它常年都不施肥 这是严重错误的 为什么呢 首先啊 你把金菊刚买回家的时候 它不是满树的果实吗 这个是它刚开花结果 开花结果之后啊 它基本上把营养给消耗光了 懂吗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养分了 那当花朵 当果实脱落之后 你在家里养 你又不施肥 它后续的生长靠什么呢 没有营养了 懂吧 因为花盆土壤里面自带的养分 最多只能供给植物两三个月的生长 三个月之后 这个土壤里的养分就消耗殆尽了 它后期的生长就是靠天长了 它长得很差 很慢 那我们怎么让它长得好 就是要靠施肥 那具体在家里怎么给金菊施肥呢 我教大家一个双季施肥法 这双季啊 并不是指的春夏秋冬这四季啊 而是指的金菊的生长季节和非生长季节 生长季节呢 就是指的它生根 长枝 长叶 萌芽 开花 结果 这都叫生长季节 也就是说 您不用管您住在世界各地任何位置 不用管当地是什么气候 春夏秋冬都不用管 你就看你家里的金菊啊 它是不是在生长 只要是在生长 我们就判断是生长季 那生长季节我们施什么肥呢 我建议大家施的肥呢 叫做磷酸二氢钾 为什么用磷酸二氢钾呢 因为磷酸二氢钾它是一种高磷高钾的肥料 这两种元素呢 可以全方位的促进金菊的生长 促进它开花和结果 让它开的花多 结的果实多 果实大 我们养金菊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希望它结更多的果子呀 因为金菊是一种光果植物 所以我们磷酸二氢钾一定要用起来 那在生长季节怎么用呢 我教下大家 我们呢 施肥的时候 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像这样 装上一千毫升的清水 接着呢 我们把磷酸二氢钾打开 它是一种白色的粉末啊 我们用一个小勺子 咬一小勺的磷酸二氢钾 接着给它撒到一千毫升的清水里面 然后迅速的搅拌 让它溶解 溶解完成之后 在金菊的生长季节 我们每隔七到十天给金菊像这样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呢 就能够满足它对肥料的需求 你可以趁着它需要浇水的时候这样浇一次 七到十天一次 明白吗 这个就是磷酸二氢钾在生长季节的运用 好 我们说完了生长季节啊 再来说一下非生长季节 非生长季节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比如说冬天气温很低 它的生长代谢很缓慢 这个时候它不生长了 这个叫做非生长时期 那非生长时期呢 我们就不要使用磷酸二氢钾了 而要学会使用有机肥 比如说呢 我拿一个给大家举例哈 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种羊粪肥 这种羊粪肥就是一种有机肥料 那除了羊粪肥以外呢 像如果你家里有牛粪肥 鸡粪肥 还有蚯蚓粪肥 菜籽饼肥 芝麻饼肥等等都可以使用 这些都是有机肥 为什么有机肥适合在冬天去用呢 因为冬天你用有机肥 它是不烧根不烧苗的 它很缓和 而且它可以给土壤补充大量的营养 让土壤储存起来 并且呢 还能增加土壤大量的有机质 预防和改善土壤严重发应和板结的问题 所以它很适合冬天用 那具体这种肥料 冬天我们怎么使用呢 很简单 我教下大家哈 我们在冬季的时候 每隔一个月 你取适当的这种羊粪肥 买到它花盆的边缘就可以了 其他有机肥也是这样用 一个月买一次 买到它花盆的边缘 花盆小 少买点花盆大就多买一点 以此类推 买好之后啊 你每次浇水的时候呢 你就故意往它 有这个肥料的位置去浇 埋了肥料的位置浇 这样你每次浇水 它都会被吸湿 促进它的吸收 这一个月一次就完成了它的施肥了 好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金菊的过冬问题 那金菊这种花 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习性啊 它是一种南方的花卉 是比较怕冷的 不过它在南方 具有露天过冬的能力 所以如果南方花有氧它 你就丢到户外氧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呢 北方花有氧就要注意了 因为呢 它耐不住零下几十度的酷寒 如果在北方受冻 很容易冻死它的 所以在北方养金菊的时候啊 当户外温度开始低于十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要警惕起来了 最好把金菊呢 搬到室内来过冬 防止突然一波霜降 降温 把它冻伤甚至冻死 所以啊 冬天在北方花有养金菊 一定要注意给它保温 这一点啊 非常的关键 那北方花有氧呢 除了保温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干燥的问题 因为金菊呢 是非常喜欢高湿度的植物 比较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 惧怕过度的干燥 然而呢 北方花有啊 它的这个空气啊 非常干燥 到冬天的时候 因为呢 它冬天会开暖气嘛 暖气一开 这空气湿度可能低于50% 太干燥了 那金菊如果在这种非常干燥的环境里啊 它很容易出现干尖和黄液的 所以呢 我们最好啊 在冬天 北方的花有要给它进行加湿的工作 怎么加湿呢 很简单 如果你家里有加湿器 靠着加湿器养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加湿器呢 也没关系 你呢 准备一个喷水壶 然后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 和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啊 往它叶子上像这样喷喷水雾 这可以大大增强 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液 干尖和卷变 记住啊 一天至少喷两次 早晨一次 傍晚一次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金菊的修剪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金菊 是没有硬性的修剪技巧的啊 没有硬性的修剪要求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想剪行不剪也行 就是没有硬性要求 不剪没有关系的 不影响它的生长 懂吧 这是第一个 没有硬性的修剪要求 但是呢 有两个技巧给大家分享 第一个技巧 就是如果我们金菊 在家庭养护中啊 它的叶片有出现大面积的枯叶啊 黑叶 黑斑 这种现象 我们一定要及时把这种 有病害的叶片修剪掉 不要保留在它的树上 因为这些叶片上可能携带有病菌 如果你不剪呢 它会继续的感染 或者传染给其他健康的叶片 它具有传染性 懂了吗 这是第一个 有病害的叶片 我们要剪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你的金菊 它的生长啊 它的姿态 生长的姿态 不符合你的观赏预期 那么你可以修剪 比如说 有一根支条 严重的偏高 长得过高了 打破了平衡 你可以把过高的部分修剪掉 或者严重的偏左偏右 这种严重的偏离支条 你也可以把偏离的部分修剪掉 这种修剪呢 都叫做造型修剪 是根据每个人的审美要求来修剪的 并不是硬性的要求 好的 最后一点 我们来讲一下金菊的扦插技巧 就是它的繁殖技巧 我们家庭繁殖金菊呢 一般都是采用千叉繁殖 意思是说 我们只要减下任意的金菊的支条 那么插到土壤里 它就可以生根发芽 形成另一盆金菊 所以如果我们要繁殖它的时候呢 都是采用这种方法 但呢 千叉的时候有一些技巧 我要教给大家 第一个技巧就是 我们选择的插碎 也就是我们选择支条的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选择当年新生的半木质化支条 这个支条不要选择褐色的支条 褐色支条是老支 它的活性太弱了 当年新生的半木质化支条呢 它不会太软 形成了半木质化 具有一定的硬度 但是呢 也可以轻易的弯折 这种支条是当年新生的活性最强 扦插的时候啊 它生根的速度是最快的 成活率最高 在生产金局的苗圃 生产金局的花卉公司 他们也会选择这种当年新生的半木质化支条 来进行扦插繁殖 所以呢 我们要学习 第二个技巧就是呢 我们在扦插繁殖的时候啊 你能用新土扦插 就用新土 不要用旧土 旧土是指用过的土壤 为什么不用旧土呢 因为旧土啊 它里面病菌太多 扦插的时候啊 它有可能感染支条 导致黑感 而扦插失败 所以能用新土就用新土 第三个 如果在扦插的时候 你家里有快速生根粉 植物生根液 那么一定要提前使用 这可以大大提高 我们的扦插生根速度 和扦插的成活率 好的 那这一期关于金桀的课程啊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这样就可以收看到我更多的养花课程教学了 我们下堂课程 再见了